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7日 在徐州丰县,有一个女的被用铁链酸起来 关在破屋子里,还生了8个孩子 关于这个事件,当地的政府以前已经发过了两次通告 否认存在人口买卖的问题 现在当地政府又发了一个通告 还是否认说有人口买卖 这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 跟以前发的调查报告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 以前的调查报告 说这个女的是流浪到封县的 但是没有说她是哪里人 这一次的调查报告 说这个女的 她是从云南福贡县亚古村来的 说是根据的 是当时的去做婚姻登记的时候 申报的资料发现的 那么你以前的调查报告 难道没有看过当时的婚姻登记资料吗 那肯定看过 她怎么会不知道 说里面已经写了这个女的籍贯是哪里呢 还有呢 以前说这个女的是有滞胀 但是呢 没有说当时以前就已经有这种精神病了 说这个精神病是很厚的 那是最近才发作的 所以要用铁链把它给拴起来 那现在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就说这个女的在到封县之前呢 已经是精神失常了 说是在云南的时候 已经是精神失常了 那么不管她在结婚 也就是说结婚的时候 已经是精神失常了 那么那不管她在结婚的时候 是滞胀 还是精神失常 这个呢 都是属于这种没有行为能力的 都是不应该结婚的 那这个男方 这个姓董的董志明 跟他结婚 跟他发生了性行为 那呢 都属于强奸 不管她是滞胀 还是精神病 那这个董志明呢 都应该是涉嫌 强奸才对啊 这份报告呢 新的这个报告呢 是由徐州市政府的联合调查组做出的 那以前的报告呢 是封县的调查组做的 那所以这种不同呢 我们也可以说 那是上级政府 再纠正下级政府 那说不定呢 会由江苏省政府 也搞一个联合小组 出一份调查报告 又把徐州的这个调查报告 又给纠正了 那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调查报告 更上一级的调查报告出来 这个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光是看这个徐州的调查报告的话 里面呢 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 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所以很需要呢 由上一级的政府再出一个调查报告 赶快把这些漏洞呢 再给补一补 比如说吧 这个调查报告 我说了 说这个女的 她的籍贯 是从她的当时婚姻登记的申报资料里头 查出来的 查出来的是云南福共亚古村 那这个女的根据现在这份报告和以前的报告的说法 她是走失流浪到封县的 那么她是什么云南亚古村的人 这个说法 只能是这个女的自己说的 因为她是流浪来的 她不说的话 你这个男方怎么会知道说她是从哪里来的 对吧 而且这个呃 那个申报材料填的这个地址 按照说调查的结果是真的呀 的确在那找到了一个人 那么 这个呃 也就是说这个女的报给男方的这个地址 是真实的 但是奇怪的是 她这个女的既然呢 忘了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了 说叫什么杨某霞 报告说了 政府的报告说 说是男方给起的一个名字 因为不知道他叫啥名字 所以呢 随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这就很奇怪的 一个人 已经精神失常到 连自己的姓名都忘了 居然呢 还记得 自己的家乡 是哪里的 那一个名字才三个字 家乡呢 它是六个字 云南福贡亚古村 既然还记得 这么清楚 这么拗口的一个地址 还记得清清楚楚 反而呢 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 那这有可能吗 好了 现在政府说 真的在那个什么亚古村 找到了 有一个人 说是叫做小花梅 就是这么一个女的 这个小花梅的名字是比较奇怪的 有可能呢 是少数民族 好吧 是少数民族 那究竟是 是不是少数民族 你调查报告 你到底为什么不说 这个调查报告 既然调查小主 已经在那什么亚古村 跑到那里去了 找到的这么一个人 那户籍材料 已经拿到手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提供更详细的 一些关于这个女的 所谓的小花梅的信息 她姓什么 是什么民族的 什么哪一年 哪一个月 哪一天她生日 出生 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父母叫什么 全都没有 这告诉我们说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然后呢 是由那个村的村干部 和村民 根据照片 根据口音 然后认出来了 说这个人 是小花梅 是他们98年的时候 村里走失的 一个精神病人 你想 这已经都过了20多年了 这个所谓的小花梅 当时走失的时候 可能还只有十几岁 二十来岁 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 已经都变成了 一个中年妇女了 这村里的那些人 村民 村干部 既然还能把她给认出来 那只是根据视频 或者根据照片 口音 既然呢 还能给认出过了 20多年 人的相貌 已经都发生了 那么大的改变 而且呢 这个女的 现在的牙齿 全部都掉光了 那口音 也会发生 很大的改变 那既然呢 这些村民 村干部 还能认出 20多年前 本村的 一个精神病人 已经发生了 这么大的相貌 口音 发生这么大变化的 精神病人 还记得这么清楚 这是不是也是很奇怪的 你说 为什么 根据口音 根据照片 你就可以说 认定 是那么一个人呢 就网上也有人说 根据他的照片 根据他的口音 认定呢 是 四川的某一个 被拐跑的人呢 要做一个认定的话 那不是 应该 要做一个DNA的 鉴定吗 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 现在这个 政府的报告说 他父母双亡 意思呢 就是没法做DNA鉴定了 但是呢 又说 他还有亲属 在那个村里呢 那么 根据亲属 还是可以做DNA鉴定的 还是可以确定 他们之间 有没有亲缘关系的 那为什么 不去做 并不是说 这个徐州政府 做不了 这个DNA的 鉴定 因为 这个调查报告里头 还说了 说 这个女的 生的 那八个小孩 那都做了 DNA的鉴定 证明了 都是 他 和 那个董志明 生的 那不是 像网上 调传的 说是 比 这些八个小孩的 父亲呢 都 不是 同一个 所以 为什么 不做 鉴定 然后 关于这个 小花梅 失踪的 那个 军过呢 也是很离奇的 也是 经不起 推敲的 说是这个小花梅 94年的时候 曾经 嫁到云南的保安去 后来离婚了 96年离婚 回了家 精神就失常了 然后 同春的 有一个姓桑的 桑某某 说是嫁到 江苏 一个县去 然后 这个小花梅的父母 说就让 这个桑某某 把这个小花梅 带到江苏 去 看病 说还是 让他 去 找一个 好人家 把他给 嫁了 如果 他的父母 要 给这个小花梅 看病 而且 看得起 病的话 为什么不就近 看病 云南也有医院 云南的附近 其他的省份 也有医院 为什么不就近 看病 还要 跑那么远 托付给别人 跑了大半个中国 然后到 江苏 那里 去 看病 而且 还让 托付给了 仅仅是一个 同村的人 而且 这个桑某某 心肠也未免太好了 你想 他既然 即使这个 他小花梅的父母 这么狠心 就把这么 自己的一个女儿 就不要了 相当于就不要了 就给了 这个桑某某了 这个桑某某 既然呢 也就给接受下来了 要出钱 替他 看病 那很显然 他的父母 是没有钱的 没有钱来给 这个桑某某 要不 给那个小花梅 看病的 不然的话 也会在云南 当地就看了 对吧 肯定是没钱 很穷 那个村 但是中国呢 又没有免费医疗 你要看病的话 是需要钱的 那这不会就意味着 这个桑某某呢 是要自己掏钱 来给这个小花梅 在江苏看病嘛 而且呢 不仅要帮他看病 还要帮他找人 给嫁了 那这个桑某某 对这个小花梅 那可是比当妈 还要亲 还要好 要出钱 替他看病 还要把他给 嫁出去 这好吧 你现在碰到 这么一个好心肠的人 就他到了江苏以后呢 这个小花梅 号称呢 就走失了 划车一到了 江苏 他就没了 就失踪了 他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人 这个桑某某 这小花梅走失了以后呢 居然也不去报案 不让警察来帮着 也不去通知小花梅的父母 告诉他走失了 小花梅的父母 居然也不会去联系 这个桑某某某 问问自己的女儿 究竟是怎么样了 相当于我这个女儿 完全就不要了 不管了 从此再也不管了 那反而呢 是他的同村的 这些村民 村看部 别的技术 居然还惦记着 这个小花梅 过了二十多年 还一下子呢 就从视频 照片 把它给认出来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 是不是 非常的离奇 就比那个电影 还要离奇的 编的 就如果是 即使这个电影 是编的 非常的拙劣的 就让人难以相信的 是编的 非常的弱智的 根本的 是经不起推敲的 那么 习州政府 为什么敢 编出 这么离奇 这么弱智的 一个调查 结果出来呢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 反正别人呢 也不可能 去做 核对的 不可能 自己 去做调查 来 验证一下 他这个调查报告 是真 是假的 做这种事 本来呢 应该 是 由媒体 来做的 如果 那在 十年前的话 这种问题 这么大的 引起全国关注的问题 被报出来 那已经 各地的 报纸 南方系也好 北方系也好 早就都纷纷派出 记者 到封县去 要去查一个水落石出 你这个报告出来 以后 要派人 到云南去 去 到那个亚古村 去查个水落石出了 没有 现在呢 已经没有哪一家媒体 敢这么干了 中国调查记者 这一行呢 已经是 迷了 消失了 那现在只能是 靠一些 比较热心的网友 靠一些 自媒体 这些自媒体 当然有的是 比较热心 有真理感 有的可能就是 为了趁流量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呢 还对这个问题 会感兴趣 还想去 查一查 那现在呢 当地的政府 封县了 徐州的政府 就派出警察 把那个村 就给保护起来了 不让人 不让这些外地的人 进去了 以防疫的名义 不让进去了 然后警察 还去威胁 这些要去调查的网友 那就威胁他们 你们再敢再 报这事的话 那就是泄露了 国家机密了 我们有上百号的 警察在这 你们敢闹事 闹事的话 就把领头的 抓去坐牢 所以警察就公然 就这么威胁 想去查这件事了 那些 在网上 发评论的 他们的号 微信号 微博号 就纷纷的 都被封掉了 当地的政府 还找了 这个小花梅的 大儿子 对我这里 要跟着你 就往以前的节目 凭这事的时候 说这个你的 儿子最大的 才十世 那个呢 是根据 一家媒体 叫上官新闻 的报道 那是 错的 实际上他 有一个大儿子 是已经成年了 二十三岁 那二儿子呢 才十岁 也就是说 这 差了 有十三年的 时间呢 是 都没有 子女的 这个 也是很奇怪的 就我以前 也已经 质疑过了 就很可能 这十几年的 时间是有 生的女孩 然后被 做了 无害化 处理了 好了 现在呢 当地的政府 又把 这个 已经成年的 儿子 就找出来 还呼吁 大家不要 再 评论这事了 说是 为了 尊重 他的母亲 大家不要再谈了 中央的 政府 目前呢 还没有 见到 出便 现在这些 调查报告 都是 地方 出的 还没有 说搞一个 什么公安部 调查 中央政府 什么联合调查组 这还没有 中央政府 那些发言人 代表 他们更关心的 是美国的情况 那所以这段时间 那就 在中国的官媒 还有呢 中国的政府的 发言人 是纷纷的 在 抨击 美国 贩卖人口 问题很严重 是 贩卖人口的 重灾区 害人 听闻 让人觉得 好像你这个 习州 是不是变成了 美国的 一个州了 不然我们 很难理解 现在习州的 这个 人口拐卖的 问题 引起了这么 大的 关注中央 政府呢 还是 关心的 还是 美国的 人口 买卖的 问题 美国有没有 人口买卖的 问题 那当然有 不过呢 美国的人口买卖 跟中国的人口买卖 是很不一样的 美国的人口买卖 主要的 是指的 是那些 落后国家的 你的 被 偷渡 被放运到 美国 去卖银 主要是这种 那中国的人口 都买卖 主要是 那些拐卖 妇女 为了 传宗 接代 所以这个 跟美国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的 当然 又存在 把你的 从落后地区 然后放运到 别的地方去卖银 这种事当然也 非常的普遍 但这种呢 在中国就不算 是人口买卖的 如果按 美国的 标准的话 那中国的人口买卖 问题 那严重的多了 比 比现在暴露财 这种人口拐卖 那 也是更多的多了 美国呢 偶尔 也会发现 类似中国的 这种人口拐卖 那就是 把女孩 然后买过去 或者偷过去 然后当性奴 这个就跟中国的 这种人口买卖的 有点像 是为了发泄 这种 信誉 受益的这种 买卖 那不是 不是为了 传张接代的 那这种 案件呢 一旦 被发现了 美国 司法部门的 处罚呢 都是 非常的 严厉的 这个 买的罪方呢 那都是 会被判 终身监禁了 几百年的 刑的 这个 已经涉及到 绑架 限制人身自由 强奸 的问题了 所以你赎罪 并怀 再加上 人口 慢慢加起来 那一盼 都是 好几百年的行的 就这么累计 中国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个满人口的 这一方 是不会去追究什么 绑架罪啊 去追究限制人身自由的罪啊 强奸的罪 这些都不会去追究的 最多呢 要追究一个人口买卖的 那人口买卖对买的这方中国呢 按惯例 是不做处罚 或者是罚得非常的轻的 最多判一个缓刑的 甚至呢 中国政府还有文件 是明文规定的 即使被这种人口拐卖 被发现了 如果被拐卖的 那个女的 当时呢 被拐的时候呢 是未成年了 发现了以后呢 已经成年了 然后呢 愿意继续 跟买的 这个男的一起生活的 那政府呢 还要给他 办这个登记手续的 还有入籍 入那个户口的 这个户籍的手续的 这个实际上不就是 把这个人口拐卖给洗白了吗 所以这种做法 实际上就是在纵容 在鼓励 人口买卖 这个是中央的文件里头 明文规定的 那地方的政府 特别是像 习州 这种 人口拐卖 本来就非常严重的地方 那当地的政府 更是 要保护 人口拐卖了 从 这封线的 这是 当地政府 发布的 这些调查的 报告 来看 那就是这样 就是当地的政府 就是 在保护 人口拐卖 好 今天的节目就 就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